大家好,我是旭哥不卡拉 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是巔峰級數 好,那旭哥今天要來講這個運動組的T0最強神車 沒有之一啦,就是排行榜最強的這一台 你假如是有在比賽的話 運動組你要超越人家最強的就是這一台了 30的Lancer EVO3 那這台神車呢可以免犯了 而且它有奇效限制的 就是現在有一個池呢可以 抽到這台神車 而且只要30抽就可以中啦 就是蠻高機會我們要刷的話要刷 這個運動組最強神車就趁現在了 這個最多里巴馬隱藏版 還有這個T0最強神車排行榜 運動組呢也幫大家 複習一下 那假如沒看過那集攻略呢也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們進入攻略 還沒訂閱頻道呢記得訂閱頻道 隨時觀看旭哥手優攻略 那頻道各種最新的手優攻略 還有禮包碼、禮品碼、兌換碼 遊戲的虛寶許號 獨家最新 那旭哥這一集攻略呢 非常重要要講這個 一代神車啊 30的Lancer EVO Evolution3 這台是一代神車 假如有在玩車的應該都會知道這一台啊 算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非常經典的一台神車 那這台神車呢 他在運動組啊 是最強的等級啊 各位觀眾 運動組最強的神車 那這一次活動呢 可以把它抽起來 所以一定要好好把握 你假如就是比賽呢 有在運動組的話 一定是要用這一台啦 最強的等級的神車就是他啦 那甩尾啊 煞車啊 還有這個轉向都是最強等級 你看 甩尾是前5% 煞車前5% 那轉向是前10% 那要怎麼用獲得呢 就是在巔峰車展 來我們進入巔峰車展 那我們看一下左上角這個新手限定池喔 注意一下喔 這個有時間限制的 只剩大概6天多而已 那新手限定池呢 這邊就可以出啊 這個30的這台神車了 他是有機會出到的 看一下 30的EVO3 我們看一下這個獎勵池 運動組 獎勵 他在這邊 傳說神車呢有3.3%的機會會出 然後他的保底呢是30抽必中 等於是說你就算再衰也會有30抽必中 那其他還有就是運動組的都蠻好用的神車 包含像是S2000啊 Mini Cooper啊 然後還有這個 March 這些東西還有D4 Mustang 這些神車那重點啊 最主力的還是這個 EVO3這台 30 假的有在玩車應該真的會知道這台全面進化的30拉力戰神 真的還蠻帥的 想到那個 投文字D有沒有 的那種感覺 很像投文字D裡面在開那種神車 好 這台神車呢在新手限定池啊 會出 這個30抽必中 那我們假如抽一般池其實也是會中啊 一般池也有 只是說他就沒有這麼多保底 因為新手限定池他要抽運動組的是比較好抽這邊 因為他是前面30抽呢會必中運動組 然後又可以去看一下 車展商店 不過他沒有這個車展積分耶 就是我們新手限定池的一個缺點他沒有新手機 不過他30抽必中啊30抽必中我們就不用要求太多啦 那其他有Z4啊FORD的這些神車也不錯啦Mini Cooper 好那我們在車展積分這邊也可以抽到 一般的常駐池 常駐池是在最左邊那台 這台 30的EVO3 那我們在運動組這邊也可以兌換到 一樣跟剛剛一樣有這個 那些車像Z4啊 像FORD的這一台嘛然後S2000 然後Mini Cooper 然後一樣有 這一台啊 全面進化的神車 他全部練滿的話你看喔他在加速啊 然後急速啊甩尾啊煞車 穩定還有轉向都是最頂尖的 基本上非常非常的省 哇而且好帥啊 這一台 前置四驅他也是一個跨時代的車 大家假如有在 就是 看他的這個車子的一些資料的話 他這邊有很詳細的車輛故事 然後EVO就他跑去什麼世界拉力錦標賽 都蠻詳細的大家可以玩 這台車真的很推啊運動組最強因為大家有看旭哥之前T0最強神車排行吧一定要看那一集啊 一定要看那一集那一集有講到 最強神車 就是這台 30的EVO3 序哥後面就是在把那一集的重點片段分享給大家一下好了 好那之前的 T0最強神車排行榜呢 這個直接片段給大家 30的EVO3呢在最上面 所以運動組最強的就是這一台了 序哥有幫大家總整理所有的車包含極限組啊運動組啊性能組的 那有看那一集攻略的話就會知道所有神車跑那邊將近60台車嘛 印象中是58台非常多 那30啊然後像是EVO剛剛有出現嘛 S2000啊MINI COOPER嘛 所以序哥才會說那些車都蠻強的因為有這個排行榜 直接給大家看了所以大家就知道要抽什麼車 好 所以這邊總整理給大家那大家知道這個運動組 運動組最強神車出現了那絕對要這一次呢利用這個限定池把它抽到手新手池 把握這一次機會運動組 絕對唯一最強神車就在這邊啦 那還可以抽到其他不錯的像EVO啊 然後S2000MINI COOPER也都算是蠻優的 XHP.RB或是你掃QR CODE 要不然呢你就是在右上角 點這個綁定邀請碼 點進來之後呢 在這邊輸入邀請碼就可以獲得了 鑽石然後最多可以拿到880鑽 那這邊就輸入旭哥的XHP.RB 然後大概就這樣 這個是一個很像在互動啦然後可以互相輸入這樣 玩法這樣就是在這邊輸入 SHP.RB就可以了 應該不能輸入自己的啦 大家可以來輸入旭哥的 SHP.RB 這邊 然後按綁定 XHP.RB 自己的不能輸入啦可以輸入別人的 那這個是旭哥的 大家輸入之後呢可以拿到880鑽 還不錯所以有爆量的鑽石可以獲得 這個就是看大家意願 這個無所謂反正旭哥的鑽石是還蠻夠的 但是大家假如輸入的話可以再拿到更多的鑽石 這算是一種互惠的機制就是大家一起玩的話可以來加蓄哥這樣 SHP.RB這個就是爆量鑽石的拿法 最多組的禮包碼還有隱藏版的序號總整理 首先點畫面右上角的齒輪 點進來之後呢我們點畫面右下角的禮包兌換碼 點進來呢在畫面中間呢就可以輸入禮包碼了 這個序號CDKey 兌換碼 好那我們輸入最新的一組KINGO然後1019 接下來按立即兌換 就顯示兌換成功了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就OK了 10000RACRS 才顯示兌換成功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那iOS玩家記得等一下看完後面還有講這個iOS要什麼兌換 VIP 然後777 VIP777接下來按立即兌換 顯示兌換成功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好那接下來呢我們輸入這個VIP然後888 接下來按立即兌換 顯示兌換成功那到信件領取獎勵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接下來輸入這個VIP666看看 666不行 然後999試一下 好就是先可以VIP77888 那接下來我們到郵件就可以去領取獎勵了 這邊就可以領到很多的鑽石 這邊 有鑽石然後還有大量的資源 改裝寶箱 有沒有 很有成就感啊 領起來超爽 像是大量的引擎輪胎電控底盤還有車架 好那接下來一樣 鑽石加上金幣 這個禮包馬兌換了 換起來就是爽 免費白票就是爽 那接下來還有開服的預約獎勵這邊有鑽石然後這個 鑽石鑰匙這個就轉蛋券 很爽 還有這個速度狂歡 個人化的創作 還有金幣 好那重點在後面呢 假如iOS玩家還不能換的話呢 看旭哥 詳細的幫你攻略 解析讓你可以換到隱藏版的序號 跟著旭哥換起來 好那有很多iOS玩家說不能兌換禮包嘛 那這邊呢 直接幫大家就是攻略啦 首先我們到官方的FB粉專 在昨天的下午3點33分的時候呢 官方的FB粉專就有提供 如何查詢預約的虛寶序號 預約虛寶序號就是我們隱藏版的序號 我們點進去這個官方網站 這個www.racingmastr.game 斜線tw這邊就有這個預約的獎勵 那這邊就可以查詢到虛寶的序號 所以每個玩家只要有預約都可以再拿到隱藏版的序號 順便拿隱藏版的序號在這邊 接下來如何兌換虛寶的序號呢 iOS玩家的話呢 在這邊 這個連結 一樣是這個官網的連結 然後後面再加上gift grab這樣子 連結在這邊 你也可以就是在這個網頁看到直接輸入 或是說你到官方的FB粉專 點進去也可以 連結都在這邊 有兩個連結 一個是官方網站連結 那一個是官方的虛寶碼的兌換連結 然後就輸入你的角色ID 這樣裡寶碼就可以換了 那Android的就比較簡單 像旭哥前面換這樣就可以了 連結在這邊 www.racingmaster.gme 然後斜線TW斜線 giftgrab這樣 連結在這邊 所以 大家不用再來問旭哥一次幫你 搞定了 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了 不管你是Android的 不管你是iOS 你看完這一集 就全部攻略了 我先來問旭哥 我先來問旭哥